在中國廣州有近30萬非裔人口 而日前傳出有非洲僑民確診 但不遵守隔離規定 牽連大量非裔人士受到歧視 包括扣留護照 訪東驅逐露宿街頭 非洲國家駐中國大使在10日聯合致信 給中共外交部長王毅 以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單位 強烈抗議中共的歧視行為 一大群在中國廣州的非裔人士流落街頭 就是因為中共官方通報 廣州月秀區有5名非裔人士 確診的中共肺炎 消息一傳開 非裔人士陸續遭到歧視與不公對待 非裔人士指控即時檢測 結果為陰性護士沒有任何接觸 使依舊遭到強制隔離 不少人被逐出旅館 流落街頭 警察跟無端扣押非洲公民的護照 奈吉利亞住廣州總領事館的人員 隨即趕到現場 呵斥中共官員侵害人權 為何他們使用了新的護照 他不屬於中國廣州 你會成為普通 無問題 你會成為普通 無問題 你會成為普通 我會成為普通 我會成為公民的公民 對 我會成為公民的公民 內吉利亞中醫院議長跟趙健的中共大使周平健要求他向中共政府了解狀況展開調查 非洲國家駐中國大使在時候聯合致信給中共外交部長王毅以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單位 強烈抗議中共官方對非洲國民強制隔離檢測與粗暴對待 痛誠這是對非裔人士的歧視跟侮辱 新唐人亞太電視趙婷玉整理報導